绿茶,一流啊,绿茶,green tea 这事要怎样讲呢,看这个标题,标题 到底English翻译成中文叫英文还是英语呢 以前的我都傻傻分不清的 英文、英语、英语还不是一样吗 对不对,可是到我后来从事翻译工作之后呢 对不起,请原谅我 因为可能是职业病的关系 我对用词、浅词、用词就比较敏感一点、挑剔一点 English到底是英语还是英语的 很简单,你写的话就是英文 你说的话就是英语 那英文正式的English的写法是什么呢 英文是written English written就是写write的 past participle 就是过去分词,我称之为VPP VPP就是verb past participle 也就是 past participle 都扯 那说的英语呢 叫spoken English spoken是speak the past participle 过去分词 所以嘛,有时候我们看看中文的文章 对不对 一时英文、一时英语 英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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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少分不清 包括以前的我 比如说唱的歌呢 很多时候我们说英文歌、英文歌 其实更精准的说法是英语歌 因为唱嘛,你要听到声音嘛 对不对 英语歌才对 English language movies 什么意思呢 很多时候我们都说英文篇、英文篇 是不是 其实更精准的说法是 英语篇 因为演员是开口说英语来演戏嘛 对不对 英语篇才对 不过 也ok啦 对于一般来说 英文、英语、英语、英语 都不是一样,都不一样嘛 不就是 英语嘛 我再次说声 抱歉,因为我是敢翻译的 我是大马翻译才 所以比较 挑剔一点 比较 有点要求 ok,就是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觉得还可以的话 请订阅分享 有点赞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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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